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关掉我的店铺了 给我店里上班的姐姐也说了 然后给我的店里的顾客也发了信息 还是有很多老顾客舍不得的 其实我之前也犹豫了很久 就是舍不得 但是赚不到钱 一天也守在店里 感觉有点荒废光阴 有点浪费自己的青春 我不做了给他们发信息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会二天了吗 你会二天了吗 怎么不做的呢 你不做得好好的吗 我说没有 就是觉得做累了 然后一天也走不出去 其实做这个也很累 我从早上九点上班上到晚上九点 上十二个小时 一天一个月三十天都在上班 一个月像平时的话只能够生活费 然后上这夏天生意更更差 相当于是淡季吧 生活费都不够 上个月的话 亏了水电费 只亏了水电费 我的工资不算 人工房租一处 亏了水电费 所以我就觉得一天辛苦那么多 却没有人的脸收获 所以就不想干了 孩子也没带好 钱也没挣到 两手空空 真的一天孩子 有时在忙的时候 孩子要来找你 给他读书啊 怎么的想让你陪一下他 但是 又在忙顾客 又出不开身 这也是很苦恼的 今天的一一额139 还倒亏 别说水电费 房租都还要亏 除了人工房租还房租要亏 所以说 就没有做下去